吴宁浪 大家好 欢迎收看3月30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高双双 先一开始带您来看到去年0402台铁太鲁阁号在花莲大清水隧道时 因不慎状上掉落在铁轨的工程车而出轨 进而造成了49死218轻重伤 事故将近一年了消防局未来提升与铁路单位间的救援能力 29号深夜的11点半在凌融新光车站与西口隧道进行 实地 实景与五角本演习的相关救援演练 泰鲁阁事故将戒满一年 消防局为了提升各单位的救援能力 29号是深夜首次在夜间举办铁路交通事故灾害演习应变 华林县消防局长林文瑞表示 事故的发生都是在及时无预警的 而这次的演习也是踩无脚本无预警的 指挥中心接报后立即做出指派任务 启动救灾动作 我们这次也是利用这个机会来演练 让各个队管单位能够了解整个SOP的行程 今天我们交通部我们的市长 以及行政院载航办指论也都亲自到现场 因为在整个我说的意外事故里面 算是发展地息一到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根据去年的经验 再来演练一下我们有哪一些必须精进的地方 也是利用这次来把它演练 来给它 我们来演说看看大家经过这次的教训以后 我们也精进了多少 而也有一销表示 夜间演习是预防灾害发生在夜间时 训练的熟练度 实施夜间训练是相当重要的 那夜间训练很难得 但是夜间训练因为灾害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 那每次演习的时候都在白天的话 那夜间的时候你在整个场域的摸索什么 或突发状况难以去应付 所以有时候实施必要性的夜间训练的话是非常重要 那一销这边我们在资源救灾的时候 24小时是没有说分白天或夜晚 所以困难度也几乎是没有 反而是在夜间演戏的时候 不会影响到白天的工作 而现场许多民众也画上了特殊的灾害桩 大声呼喊救援十分逼真 消防局也动用了数据的重达80公斤的假人 沙包以及行李背包 提供民阵处与警方进行遗体 兵葬以及辨识 遗物招邻等工作 而透过首次在夜间时段举行 让民众能够更安心的搭乘火车 记者林杰凤林镇采访过到